1月19日至20日,河南松山少林寺举行年终考工 以禅定、禅武、禅仪、禅艺、奖金、繁备、备送7个项目 检验少林僧众在一年内的修行情况,鼓励少林僧众勤学不待 2020年两天的年终考工,少林僧众踊跃报名,积极备考 少林寺选派经验丰富,修为高、德行好的僧人 为考工僧众现场评判,指导修行,少林寺考工是对僧人修行学习的一个检验 也是少林寺僧才培养的重要法门,旨在鼓励僧众养成勤学的好习惯 激发勇猛精进之心 我们少林寺是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年终会举行一个内部的考核 我们考核一共分为7大项 一共有这个禅、五、一、亿、背诵、奖金、凡倍 这7项呢,我们每年这个各个佛学院的在外上学 在外参学、猪毛盆的师父们回来以后都会来考核 算是对大家这一年的一个修行 做一个评分,做一个认可 也是鼓励我们这个寺院的心中能够允稳精进 勤学不待 禅定,考骁僧人,禅定打坐水平 及对禅堂传统异鬼认知能力 禅武,考骁武僧,功夫修行能力 禅一,考骁一僧,对佛一知识掌握及实操诊治能力 禅一,考骁一僧,禅一创作及赏息能力 讲经,考骁僧人,对经典理解及讲经说法能力 凡倍,考骁僧人,音声修行,唱诵能力 背诵,考骁僧人,经文背诵记忆能力 随着少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海外少林文化中心遍地开花 少林寺考工已成为遍及世界的一项活动 少林寺分布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心 每年会择其举行考工 以检验学员的修行成果 不同地域、民族、肤色的少林弟子、少林文化爱好者 以少林寺传统方式交流修行 促进了少林文化的传播 也增加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